哈喽大家好,我是大猛 今天大猛开始买了个好东西 骆驼掌,也叫骆驼蹄子 大伙看一看 大伙看,下边这个部位是骆驼的掌 类似手掌这个部位 这个地方部位应该是腿部的,腿的筋 而且外部还带着一层皮,腿部的皮 我咨询了一家卖家,他说这个皮是可以吃的 好吧,现在咱就把这个骆驼蹄子红烧着吃 咱现在把这个骆驼蹄子给它分开 分成一二三四,四块 咱把骆驼蹄子凉水下锅 来点料酒,姜片 咱把这个骆驼蹄子焯些水 咱把配料准备一下,切点葱姜 花椒大料,香叶桂皮,干辣椒 焯好的骆驼蹄子,咱捞出来 把骆驼蹄子,咱再给它冲一下 我按了一下,感觉骆驼蹄子特别的有弹性 起锅,咱来点油 来几块冰糖,炒个糖色 放入骆驼蹄子,给它均匀的裹上糖色 好了,加上清水 来点生抽 老抽 料酒 蚝油 还有咱准备好多的佐料 这个骆驼蹄子,咱已经炖上了 盐不着急放,炖上一会再说 因为原来咱没做过 所以我估计也得炖两个小时以上 慢慢的等待吧 现在炖了有一个半小时的 往里加点盐 盖上锅盖,接着炖 出锅了 来,同志们,今天整点白的 先开始吃 尝一尝这个骆驼蹄子 味道怎么样 它心里有点忐忑 这块特别大 哇塞 感觉有点坑坑 咬了两口 没咬着 它有点软一点 口坑 好吃 别说这个味道不错 来 大伙看 这是我刚刚有的地方 这个地方你看 特别的Q弹 这个地方不是提筋 但是 吃起来就是应该是那种 它的长的脯 也不是肉 反正吧 就是一种 我说不太什么东西 应该叫脯 对不对 你看 像这个位置吃起来还是不错的 大伙看 这块应该就是提筋的 闻着吧 有一点的腥味 比刚才那个吃的那个腥味又大 我尝一尝 我觉得吃起来这个提筋还可以 还不错 但是呢 它改不上猪蹄子那么香 总体来说呢 这个味道 还是不错的 来吧 我是觉得这个上面这个皮里边 这黑色的应该就是毛根 但是那个卖家说可以吃 算了吧 被这个皮给豆豆吃吧 我是感觉有心理障碍 给一个那个骆驼蹄子 让你尝一尝 吃点蒜 这个肉更香 再来一块提筋 总体的来说 这个提筋的部位吃起来感觉和这个牛蹄子相差并不多 但是那个山味没有牛蹄子 但是呢 那个骆驼蹄子 它独特的地方 就是它那个长谱那个地方 未曾吃过的美味 味道 别具一格的好吃 总体来说 还是不错的 今天 那视频也到这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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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